张大夫如何预防胃癌 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时常会从媒体上听到一些新闻 或者在身边就能见到这样的患者 二十几岁的花季少女 胃癌晚期等等等等 每次听到类似的新闻 大家都很心痛 实质上预防胃癌 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饮食 大家看平时吃的咸菜 腌肉 熏肉 尤其烧烤等等 这些里面它好多都含有硝酸盐 硝酸盐到了胃里 会被还原成 或者说会在细菌作用下 变成亚硝酸盐 然后再和胺作用形成硝酸 这个时候这就是一种致癌的物质 甚至有些食物当中 它就有亚硝酸盐 也就直接致癌的物质 甚至还有些人吃没变的食物 这些因素 饮食上的因素就容易导致胃癌 所以说第一点就给大家说 一定要注意饮食上这些不健康的食物 咱尽量不吃少吃 那么第二点呢 实际上就是幽门硝酸盐菌 现在幽门硝酸盐菌一提 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 吹个气 看看自己是不是感染了 这是大家最常做的 体检中心也有 其实啊 还是建议大家应该查一查 如果真的以幽门硝酸盐菌感染 应该在专业的 比如说肖卡尔科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幽门硝酸盐菌的根除 根除之后的确能降低胃癌的发生机率 流行病学研究就提示 你看幽门硝酸盐菌感染的地方 比率高的地方 胃癌发生机率就高 其实从流行病学研究上 就能看清楚 这个幽门硝酸盐菌 实际上来说 它的确是发生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第三点呢 实际上就是遗传 大家大名鼎鼎的 欧洲啊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拿破仑 其实拿破仑 他还有他的爸爸 他的爷爷都死于胃癌 可见这个胃癌的家族遗传 倾向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家族有这个病 提醒大家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一定要定期的检查 尤其是胃镜 这个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这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点呢 实质上就是 现在我们好多朋友都忽视的 或者说呢 平时不是很在意的 叫癌前病变 有些病变 它容易发展成胃癌 所以说叫癌前病变 你比如说 胃吸重 胃溃疡 残胃炎 肠化症等等 这些都是癌前病变 如果有的话 一定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进行专业治疗 别忽视 忽视的没准 后果很严重 希望当代夫今天的 关于胃癌这个介绍 能够帮到朋友们 实际上我自己是个心血管大夫 但是接受过相关的内科教育 转科 轮转 医院里工作 看到 包括会诊 看到这些肿瘤的病人 其实好多人 真的是这四点因素 做的不好 今天呢 张大夫就把这四点因素 告诉大家 如果说有相关危险因素的 自己一定要 及时的正确的处理 实在不行的 就到消化科 正规的就诊 希望今天的介绍 能够帮助大家 大家觉得好 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金萌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智英大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